怎麼辦 新台幣真的貶好大 今天是繼續重貶 因為最近美元實在太強了 今天美元指數突破了114 這是創下20年來的新高 所以其他的貨幣 簡直現在就是在貨幣主貶大戰了 英鎊閃崩了 這創下的歷史新低 現在一直以來都是老心宅宅的 日本也受不了了 就傳出說他們竟然一天 砸了一兆元進場去干預會室 這個是24年來首見的 為什麼 因為日元今年以來 對美元真的貶很兇 已經超過了兩成 我們台灣新台幣 外資也是持續在大落跑 之前不是還說30元 這是信心關卡要來防守 結果現在32元大關都告急了 今天是持續重貶 已經來到了5年新低 出現了31.8的價位 但是新台幣到底這個貶值 對台灣什麼影響 我們不是出口導向嗎 新台幣貶其實對我們的出口 應該是有競爭力 問題是我們小老百姓 沒有做生意怎麼辦 這進口的東西越來越貴 我們在抗通膨 但是現在進口貴的話 我們怎麼抗得了通膨 很多人就說投資了 很多人就問美元還能買嗎 我們今天早上特別去了一趟銀行 竟然發現說 這現場有一半的人在這邊 全部都是要換美元的 很多人就要問說 美元現在還能進場嗎 這需要專家給你答案 厚厚一疊一百張美金 點好就直接交到民眾手中 美元深深不息 又掀起換匯定存熱潮 美元狂飆換匯成為熱門話題 而我們就實際來到了一家銀行 整個早上有超過50位民眾 當中有一半就是來換美元 把台幣存款換成美金 搶賺匯差和利差 也有銀行行員在網路上透露 現在一堆人是一次砸 300萬換美金做訂存 還有人喊匯率35以下無腦換 甚至發現周邊親朋好友 都把存款換成美元 坐在咖啡廳周遭的人 不管是上班族還學生 也都在討論 客戶預期的心理 陸陸續續有增加買匯的狀況 那一天大概來客訴 大概都有七八十筆的美金 那個交易 只是美元太熱 也有人擔憂 這是不是擦鞋桶理論 太多人討論 反而是美元的最高點 確實是短線過熱 有可能你現在買會 買得相對高一點 但是因為美元深值的趨勢 還沒結束 所以變成說 確實有可能因為擦鞋桶 大家很多人都會衝進去 那接下來有一波回檔 但是以長線來看 美元續船的趨勢還沒有改變 畢竟美元和股票 本質還是不太一樣 但如果你是現在 才想要進場布局美元定存 專家有兩點提醒 才能避免賺了利率賠了會長 存款的時間不用太長 例如說三個月 最多半年左右就好 還有升級的空間 所以現在如果存了一年 那可能就是後續反而比較吃虧 現在美元已經漲了比較多了 所以你可能最多換三成左右就好 那有續漲再慢慢換 不過美元高漲也代表新台幣貶值 進口商品又更貴桑桑 像是買美系品牌最新款手機 就得多掏2000元 匯率生扁有好有壞 民眾得做好理財 才能討到便宜 東森財經新聞 張博商業紫金 台北報導 看盤中算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